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2月3号 2021年2月3号 又没有突破趋势 我们先讲一下大盘 以后讲一讲 分享一个关于采访 36克的采访 请看第一张图 昨天距离突破趋势只有一步只有 今天上午还是 看这个上一线距离突破趋势非常近 但是到下午收盘的时候 开始远离趋势 对吧 所以现在趋势突破比多天要难 趋势突破从来没有成为大概率 因为它需要价格上升 但价格还没有上升的过程中 它就不是大概率 现在来讲也不用特别的复杂 我们说了突破趋势买入 或底部结构形成买入 往上走就突破趋势 往下走就要形成结构 所以这两个其实就从趋势突破 比方说在这 下面那个对比价 比方说在这我画两个红色的线 向上突破 具备趋势突破的买入条件 向下运行具备底部结构的买入条件 因此呢 无赔就是今天没有完成突破 所以今天不买是对的 我们在每一次交易的时候 一定要有理由 一定要有理由 就是你为什么做这次交易 今天没有形成趋势突破 你买入就没有理由 因此要坚持做有道理的 有理由的 有原因的 有逻辑的交易 我们再看一下60分钟 60分钟呢 目前来看 序列倒是蛮好用的 低酒 然后高酒 然后现在价格在这 下面的DF是在这 所以60分钟如果往下走 是有可能出现60分钟的底部中化的 60分钟线的底部中化的 昨天呢 它其实只有30分钟 是吧 但这个红角线的数量已经要大幅增加 届时可以关注60分钟 如果向下运行的话 向下运行的话 如果不向下运行 不向下运行的话 就直接突破趋势了 只不过今天没有突破 因此对行情不用想太多 你想太多会不快的 我每天呢 都会看到咱们学员区里对行情 想的很多 我曾经看过一个人的采访 他曾经这样说 如果你一个小时想不明白的事情 你想两天可能也没用 如果你两天都想不明白的事情 你想一年也没用 大家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多想 目前的就现在的这个市场 就特别简单 昨天跟今天的操作的结论是一样的 今天跟明天的操作结论也是一样的 要么就突破趋势 要么就向下行程底部结构 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下面的时间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36号对于李璐的采访 李璐 今天有人问是不是芒格 我说跟芒格有关系 因为芒格一共就投资过三个公司 李璐是其中的一家 另一家呢就是巴菲特的公司 是吧 还有一个公司 芒格就投资过三个 其中呢就有李璐 李璐 关于李璐的介绍呢 我们就不介绍了 前两天银行股长 说是这个香港的油储 是吧 被李璐买了 因为李璐呢 他的背后呢 可能大家就联想到巴菲特 以及芒格 所以呢 他一买这个油储银行 把整个银行都受到一定的刺激 我们不说这个事 关于李璐的介绍就不多说了 但是关于三十六克对于李璐的采访 充满了很多的智慧 我看完之后呢 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我们先从第一个话题来开始说 三十六克问 我们先来聊一个刚刚发生的奇迹 泡泡马克市值超过千亿港币 这个泡泡马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见过这个 这个他们的产品啊 在电影院里头 你会发现有个盲盒是吧 盲盒 什么意思呢 就是里面装什么 你不知道 买完之后 你才能知道里面装啥啊 我这个曾经买过一个 二十块 十二十块吧 十八块 我忘了啊 二十块左右 里面装了牙具 牙具 买完之后呢 就觉得亏了 现在最便宜的五十九啊 那可能我买了一个 不是泡泡马克的产品吧 反正也是盲盒 一个黄色的 我记得好像一个黄色装 那里面装什么 你不知道 那当时很好奇嘛 我们做产品研究的就好奇嘛 但是盲盒它本身就是 消费人的好奇心理 大家能理解吧 盲盒它本身就是 消费人的好奇心理 好了 这不是关键啊 关键就是说 这个他的问题呢 就是这家公司呢 估值足足涨了五倍 一年的时间啊 增长了500% 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璐说 我不在公开的场合 讨论具体公司 但一年涨五倍的背后 更多的例子 是一年从100到0 这句话呢 很有智慧 我们说茅台大幅上涨的背后 会有很多的股票出现下跌 所以他不会 我经常说啊 不会某一个板块 它代表了指数 你如果看指数上升 有比指数强的 就硬有比指数弱的 反之 有比指数弱的 就一定会有比指数强的 它不会是同向 所以有的股票呢 这一年增长了五倍 有的股票呢 它会从100到0 因此呢 这个事情呢 我们要双重的去看 而且他认为 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内部增长率 RIIRR 大概能到500% 就是平均的 只不过是 某些个股偶然现象 第二个问题呢 是这和一二级市场 投资人的思维方式 差异有关吗 比方说 有人提过价值投资理念 根本就不适用 VC或者是PE阶段 这个36克本来是一个 科技型公司啊 我昨天看 看这个张一鸣 张一鸣在最爱的创业的时候 创建设头条的时候 他那个顶楼 就是36克 他就希望那36克 办价 所以他们就不用办价了 因为他们那个规模啊 这个地方不够了 办公厂的了 这是36克啊 那个 他这个科技公司 问的这个财 这个财经方面领域的问题 还挺专业啊 就是说 有人提出过价值投资理念 根本不适合VC和PE 李璐是这样回答 价值投资是一套思维方式 精髓不受市场周边影响独立决策 同时要在一定的安全边际 巴菲特也说过 这四个字啊 安全边际 和能力范围之内完成投资 我也经常跟大家说 我说交易实际上 是在你能力范围之内 你能够掌控的 你在你的知识体系范围之内 完成投资 能理解吧 就是有些是 比方说我 我这个看好银行或者证券 我会告诉大家逻辑是什么 然后呢 我会告诉大家 这是我逻辑范围之内的 当然有些人呢 他看好的是白酒 有些人看好的是旅游 有些人看好的是基因 有些人看好的是医药 每个人他的能力范围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一点 大家需要能够清楚的就是 我们需要赚在自己能力范围 知识体系范围之内的钱 那很多的钱 你看看的很好 但是他不属于你 是吧 我又想提范围之名了 又想提范围之名了 但是他不属于你 所以区别并不在于 投资的阶段是一级市场 还是二级市场 而是到底你是在投资 还是在投机 聪明的投资者 注重的是价格 价值而不是价格 投机式的投资 更像是一种赌博 赌的是运气 那你天天关注这个市场的短期走势 那是不是就是一种赌运气呢 今天运气好了 明天运气又不好了 后天运气又不好了 大后天运气又不好了 第三个问题 36克在一级市场里 由于更高的成长性和未知性 很多时候的投资 更像是一种赌博 一级市场就算 没上市呢 没上市的这个公司 一级市场 李璐说 这只是确定性的大小有别 比如在二级市场 投资可能有80%到90%的确定性 但在一级市场里 也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只需要寻求60% 甚至更低的确定性 这也照常了在确定性 更低的阶段 投入要分散一些 更多一些 你看他说了几个事情 第一个 在二级市场里 能够找到一些 80%到90%的确定性的机会 注意啊 他说的80%和90% 是不是我们所说的 统计学的概率优势 是不是 我说我们在底部结构买入 或者是在趋势破位买入 或者是等等 这些都是基于历史 历史呢 就是统计学的概率优势 我说不是所有的时间点 都是我们操作的点 只有在特定的时候 形成某种迹象的时候 还是我们操作的点 我们把这些总结成为规则 规则呢 就是在符合规则的某些特定的点 再去做交易 它的原理呢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 获取统计学上的概率优势 就在这个地方做多 比方说顶部节目做空 我们这次回避调整 它的概率性更好 不是在所有的地方做空 概率都那么好 只有在特定的时候 这个叫做统计学的概率优势 好吧 这是第二个 这个他说的 这是第一点 80%和90%的确定性 第二个呢 就是由于一级投资市场的 不确定性更强 那这个 它的不确定性更强 你找不到一级市场 80%到90%的 这种确定性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分散更多一些 那么这个原理 跟我们跟大家说的 不也一样吗 我说如果你的性格更坚强 你更看好某一个 你的意志更坚定 你可以选择集中投资 比方说你认为 它就80%到90% 它就有这种概率了 那你干嘛分散呢 你说我投资银行 我认为它现在便宜的 不能再便宜了 我就全满银行 那你干嘛分散呢 但是你没有这种确定性啊 你找80%到90%的 这种机会的时候 或者你自身 无法判断的时候 你需要分散嘛 你把股票更分散 就多投一些股票嘛 中方不量 西方量嘛 更平衡嘛 这个逻辑是相通的 那如果你确定性特别好 那你 按照那个谁说的 确定性特别好 特别 收益明显大于风险的时候 实际上是 投资 大家记住这句话 当然这句话 可能有一点的风险 他是这样说的 不是我说的 这个人说的 凯文凯利好像是 投资等于确定性 加杠杠 就是当你确定性 特别好的时候 你应该 孤注一致的买一只 但如果你找不到的时候 你就需要分散 好吧 所以我一直没有说 我说这个 这个 集中投资是错的 我甚至有些时候 在讲课的时候 跟大家说 集中投资是散户的优势 但问题是 集中投资 是不是适合你 你能不能找到 这种确定性 你相不相信它 这才是核心问题 而不是集中投资 它对不对是问题 好吧 第四个问题 有人信奉价值的投资人 认为 过去二十年里 中国最好的 价值投资的股票 就是买腾讯的股票 但这个说法 可能也有局限 在它上市 头几年的买入 意味着百倍回报 如今腾讯市值 已经高达 六万五千亿港币 很难再创造 如此高的回报 二级市场投资者 如何持续发现 具有高成长性的标的 这三十六克问的问题 很有意思 是吧 就是说过去的 过去的二十年 最好的股票是腾讯 但现在已经很贵了 那么二级市场里 还有没有其他的腾讯 问了这么个问题 是吧 这个问题 一般人就得懵 你这个问题太 太直击要害了 过去有个腾讯 二十年里最好 那下一科二十年里 最好是啥 李璐是这样回答的 并不是所有的投资 都需要百倍回报 实际上我们看 长期的这种回报 是往往忽略了 负利的存在 过去二百年 注意啊 他又提到了过去二百年 我曾经在咱们学员区里 多次的提到过过去二百年 过去二百年去除通胀的 累计回报率 大约在百分之六 到百分之七的样子 但是你知道 靠负利得到的回报 是多少吗 百分之六 到百分之七的年 负利回报 七十五万倍 七十五万倍 他说的百分之六 到百分之七 是因为他去掉了通胀 你们还记得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股票的过去两百年的 回报率是多少吗 还记得吗 美国 1804年到2004年 过去两百年的 103倍 对吧 103万倍 这你们怎么记得 还有1300倍的 还有什么203万倍的 104万倍 103万倍 103万倍 那么这个地方 他说的是75万倍 那这中间还有什么 通货膨胀 有通货膨胀 去掉通货膨胀 他说是75万倍 当然计算的时间 可能不一样 那个大学计算的时间 是1804年到2004年 在现代经济出现之前 负利现象几乎是不存在的 现代经济 现代的经济出现 负利是不存在的 就是冷冰气时代 没有负利 在人类的物质社会中 原有的规律是 热学第二定律 即所有的事物 都不是累积的往前走 而是往后退 高的能量一定会向低的能量走 热一定向能走 有序会向无序走 负利现象是一个近代文明 出现之后才有的现象 它的回报力量 强大到所有人都难以理解 他说的这段 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说 冷冰气时代不存在负利 这跟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我说我们在做投资 现在目前是最早的 最好的时候 因为它具备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首先我说的是天使 对吧 大家记得吧 我说天使 如果我们在冷冰气时代 在风险主义社会 在奴隶社会 在原始社会 那这些都不可能成为 我们投资的时间点 对吧 你就别说别的 你就在这个民国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你怎么投资 这第一个就是时间 第二我说地利 我说这个全世界的发达国家 包括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GDP 国民生产总值 在世界是领先的 如果你的投资放在 我曾经举过例子吧 放在朝鲜 是吧 计划经济 朝鲜是分手的 计划经济都没有商品房 你仍然没有投资的机会 这就是地利的 地缘政治的限制 第三个就是人和 在一个这样好的 一个具备投资的环境下 天使和地利都具备 但是你不喜欢投资 不懂投资 不研究投资 也没有投资的属性 所以他说的两点 第一个就是在过去 是不存在在 人类的现代经济出现之前 是不存在福利的 福利只是出现在现代经济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 不要他说的这句话的意思 回应他的题目 36克的题目 不要去追求寻找 第二个腾讯 你要注重福利的价值 福利的回报力量 是强大到 几乎所有人都难以理解的 那么什么是福利呢 就是每年稳定的盈利 跟我们讲规则 能够帮助我们交易 变得更稳定 是同样的 一曲同工之妙 能理解不 理解的打一 很长啊 我这才讲了一点点 一丢丢 很长 今天肯定是要加持了 第几个问题了 第四个是吧 36克问 这个福利是不是 所谓的慢福利论 提出质疑是吧 就是你说 这个导不到这个腾讯 但是呢 我们想快钱 我们想赚快钱 那这福利呢 是不是慢福 慢福理论 是吧 这也是 咱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我们说按规则做 能做到优秀 但是呢 你始终是看到了贵州茅台 你就是 老师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买到贵州茅台 然后我跟大家说 我说你就按规则 按照这个规则去做 长时间下来之后 你的交易会很稳定 然后你说 那是不是慢福 我想快福 那叫马上就报复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能够通过努力 慢慢垫覆 这些都是老生长的 但这些常识 并不是所有常人 都能拥有的知识 就是 这是常识 这是 这是常识 但是很多人不明白 多数的情况下 你可以说一年内 可以挣五倍 所有的人耳朵都竖起来了 当一些特殊的方法 具体的路径 有可能达成时 更多的人会跃跃欲视 但一旦当你在市场上开始 投资运气 某一刻一定会把你打得稀巴烂 繁荣过后 看到的是一地鸡毛 泡沫过后 看到的是 属于在挪泳 金融市场出现几百年来 从来都是这个样子 这是李璐的原文原话 但是他可能 他可能说的 就比我说的更有 更有文艺感 是吧 更有文艺 所以追求那个不现实 我一直说 我说这个 大家很多人都说 追求悬股 追求悬股 然后呢 这个奔着热点 然后这个等等等 我说那条路 那个方向是错误 那么他也说 他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 你某一个阶段 可能能够靠运气 但是这个是不存在的 假如说你开始 希望能够追求这个 市场会把你打得稀巴烂 36克 你是说我们正处于 人类的非常态之中 人类历史的非常态之中 能否为我们 现在的商业 做一个定位 李璐 过去两百年 我们大约经历过 三次重大的历史转折 第一 蒸汽机 蒸汽机的出现 我们将石化能 转化成动能 人类的大规模生产 成为了现实 一百年之后 又出现了电 一共三次 第一次是石化 就是石油 煤 石化产品 第二个是电 第三个是信息革命 管道体 计算机 所以它是这样 这样一套连接体系 和计算能力的结合 使得我们的经济和生活 都处于革命性的变化之中 就是未来变化还会很快 而且它这个增长是急速的 我曾经看过一篇 说的是过去五千年 经济总量的发展 差不多不如最近的一百五十年 就整个的经济总量 包括科技的进步 都不如最近的一百五十年 就革命性的 革命性的 然后呢 他就谈到了这个移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在变革中 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李璐说 只是中间的一个小波澜而已 这个过程中 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 未来还会持续蛮长的一段时间 说移动互联网 既然我们处于革命性的变化之中 难道你不渴望 抓住更炫慕的公司吗 就是你如果看到了这个未来 那你不希望能够 抓到更在这个未来里边 能够更好的公司吗 例如这样说 对投资人而言 首先要明白的一点 绝大多数部分 绝大部分的机会都不是我的 对于投资人来讲 要明白一点 绝大部分的机会都不是我的 那我就想提到那边了 每个人的能力圈不一样 价值投资理论就那么四点 能力圈是其中很重要的框架 比方说对巴菲特来说 虽然他也投资过中国的企业 但投的很少 因为中国企业和他有些遥远 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他才会做出投资决定 但我就会多一些 他说的意思就是 每个人的投资圈 能力圈不一样 巴菲特呢 他的能力圈就不在中国企业 但是李璐的他的能力圈 就是在中国企业 一家公司一年涨五倍 这可能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但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李璐的原话 那么这个上面所说的 就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赚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钱 然后下面提到了比亚迪 这巴菲特投资比亚迪 是经过李璐介绍的 我们之前 咱们在讲巴菲特的时候 说过这个事 比亚迪是一笔非典型投资 安全编辑足够大 2008年你投资比亚迪 后来还引进给了巴菲特 2008年12年前 为什么会在众多的 中国投资当中选择了比亚迪 我们继续 李璐说严格来讲 这笔投资不是我们的主流风格 我把它称之为 上市公司的风险投资 或者说是二级市场的 一级投资 一级市场投资 上市公司里的风险投资 就是他严格来讲 不是他主流方式 他主流方式是价值投资 但是他被称之为 上市公司的风险投资 就是有一定风险的 当时的比亚迪 处于一个高速成长的状态 同样也带来比较高的风险 虽然他在一个 充满了可能的领域 并且这个领域成功 概率很高的公司 但他有可能不一定会成功 第一件事 他说的 36克问他为什么会选择 比亚迪 他说比亚迪其实不是 一个常规性选择 甚至有一点风险 那么是否意味着 这比投资的安全边际 不够高 这有两个概念 我们投资他的成本 比方说今天来计算的话 只有一块到两块钱 在这个价格上 有很大的安全边际 这个跟银行股的 这个逻辑差不多 目前来讲它很便宜 如果从便宜的角度来讲 它有很大的安全边际 能理解吗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我们非常有信心持有 基本上买完之后 就没怎么再动过 主要十几年里 人家买完之后就没动过 再看看我们做的投资 我经常说 这个买种子下去 然后天天挖出来看看 天天挖出来看看 这几天抱怨的 不都是因为 这两天的走势不好吗 但是我们同时说了 证券和银行 怎么没有人调报怨 不就是银行还不做吗 在中国的里面 它还不做吗 所以你太在意 这几天的走势了吧 从长期的角度来讲 银行不一定好 证券不一定差 你需要一个 时间的验证的过程 比亚迪的故事还没有讲完 可能等到故事结束的时候 我们再聊这个事情 这比亚迪还没结束呢 36科又问 不懂就不投 是价值投资的核心理论 长期于美国的你如何 确定你足够了解 一家中国公司 了解一家公司 并不等于 要了解公司的所有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了解就行了 这个我也很赞同 我们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 在做择食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方方面的 都去寻找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这个事 我不需要看政策面 不需要看消息面 不需要看基本面 我不需要判断 有没有国际政治的环境 什么都不需要 它只要符合 我们交易的标准就行了 我认为它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只要符合最重要的标准 就可以了 其他的可以不看 那么比亚迪 最重要的事情是指什么 李璐说 很简单 公司创建人 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工程师 他创办这家公司 只用了30万美元的贷款 一直到上市都没有其他外部投资 他很有能力 很专业 没有外部投资 就是说 他就一直是一个 现金流非常好 一直盈利的公司 要不然这个早就傻了 我今天看了一个 又看了今天中午 又看了一个关于 饿了门和美团 打这个外卖的价 对吧 四年不三年 亏了一百多亿 靠烧钱靠烧出来的 这个还不一样 但是比亚迪 如果按照他的逻辑 一直到上市都没有外部投资 就代表 企业一开始就是盈利的 用盈利来运作整个项目 很多早期的36克 和很多早期投资者一样 人的因素 在你的投资中 占有比较大的占比 人的因素 这个很难一概而论 很多公司任何人 都能做得不错 都很难做得都是不错 顶多就是稍微好一点 或者稍微差一点 但是有些公司 在初创阶段 创始人团队 高管阶层 文化且文化 本身就会是一堵很大的墙 更重要的特点是 他们能不断地学习 尤其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这样才能走得比较远 他说的墙就是 互乘墙 互乘墙 互乘合的意思 壁垒 我们所说 一个公司和一个行业 能建立起这个壁垒 这个行业的壁垒 汽车行业的人 称王船服是狂人 36克不讲 汽车行业人称王船服 是狂人 你们生于同一年 你认为你们有什么相似性 李璐说 我没有那么狂 在这个时代 人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相似性 但具体的这人 我就不评价了 投资决定本身 已经表达了我们的意见 他说的意思就是 你看我的投资 很稳健的 我一点也不慌 两个人不同的事 比亚迪是一家科技公司 巴贝特很少投科技公司 这是一种破例的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比亚迪是一个科技公司 巴贝特很少投资科技公司 那么投资比亚迪 是不是这种破例 李璐说 伯克希尔并不是完全 不投科技公司 他们只是不投 他们不了解的公司 他们曾经拿了 1110亿美金投资IBM 但这跟IBM 是不是科技公司 毫无关系 能理解这句话吧 就是外界说 巴贝特不投科技股 李璐说 巴贝特投科技股 他不是不投科技股 而是不投 他不了解的科技股 他曾经花过 110亿美金投资了IBM IBM是一个科技股 但他投资 并不是因为IBM是个科技股 而是因为他了解这个公司 好吧 这就是逻辑问题 36克 你在做投资以来 最大的错误是哪个 从中学到了什么 李璐 最重要的错误 是不做的错误 做了的投资中 错误基本很少的 这些年就更少了 少的啊 这句话我深有感触 第一个 我把它倒过来说 做了的投资中 错误基本上很少 这些年就更少了 就是他在 他在越来越成熟的过程 成长的过程中 犯的错越来越少 那么他犯的最大的错误 最重要的错误 是不做的错误 就是他不去做 但他做的这个过程中 犯的错很少 这就是我为什么 为什么如此看好 这两年的行情啊 就是 错过是一种遗憾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把 错误尽量降到最低的情况下 能够做到不错过行情 这是一门学问 什么算错过 什么算过错 就是错过和过错 李璐说 我说的错误 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但因为不太理智导致的 比方说 我已经看 他这个比方很好 我已经看得很明白的一件事了 可是当时我买的时候 这只股票 我开始想买的时候 这只股票迅速拉升 短期涨到20% 我一般来讲 是不会追逐市场 我可能就放弃了 甚至把已经买掉 初期买掉的那部分 也卖掉了 若干年以后 它的增长倍数很多很多 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历史上是有过的 好 大家注意啊 他说的这件事情 就是什么是错过 就是我们能抄到底 也就抄到了 假如说做未来的行情 但是有很多人呢 由于底部没抄好 然后就不做了 甚至把底部抄到的部分 比方说他没全抄进去 他只抄了30% 把底部抄到的30% 在涨的过程中就给卖掉了 因为他涨了之后 他不想剩下的钱再抄进去 能理解吗 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为什么把鱼下的卖掉了 就是因为这短期它上涨了 然后导致下了车上不来了 他所说的这个意思 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下车上不来了 就是错过了 好吧 但大家注意他几点信息 第一个就是 他不喜欢追涨 如果一只股票 短期内涨了20% 他就不买了 所以还有可能把原来 买进去的卖掉 但是他如果 你看他买比亚迪的时候 买的位置非常低 他长期持有 这就代表了一个好的开始 是成功的一半 你们能理解这句话了吧 包括李璐他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如果他没有一个好的开始 想买的股票 突然短期之内涨了20% 他可能就不买了 所以我们 买到一个重要的低点 是很重要的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至于我们不了解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更好的公司 比如你提到的一年 一两年涨了多少倍的公司 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更好的公司 但不在我的范围之内 李璐的话 所以大家就看到 有一些你觉得很好的股票 但有许它不属于你 价值投资体系 战胜至今有100多年了 其中每一条都几乎是 人人都能轻松理解的道理 但为什么到头来能做到的 却凤毛麟角 关于这句话 我也曾经跟大家讲过 我说趋势为王 趋势为王这句话 在历史上也100多年了 但真正能把趋势为王 做到的很少 遵守规则的很少 一样一曲同工 李璐这样回答 因为人性没有改变 因为人性没有改变 也是因为人性的问题 对吧 咱们说趋势也是因为人性的问题 因为你随时可以买卖 可以把变成一张可以交换的纸 就像你在赌场里的筹码一样 赌性会随时发挥出来 所以我相信 适合 秉性适合的人 来做投资比较适合 比较好 就是克服人性弱点的人 去做投资比较好 因为一旦有人性 这个交易就变成赌了 就不是那种交易了 那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这个 我们按规则交易 那其实就是 我们用规则所规定的方式 来抑制人性 我说人性是一种放纵 但规则就是一种控制 大家想想对不对 你做到了控制 就说明你更适合做交易了 跟李璐说的逻辑是一样的 三十六克说 你对人性有些悲观 李璐说 这个也有点意思 这个有什么悲观和乐观呢 这就是客观事实 没有任何的道德立场 我有时候怼学员的时候 老师你这个太凶了 老师你做的不对 好多这样批评的神 老师你太小气了 老师你生气了 我没空给你生气 没有道德立场 比方说一个事物的 比方说李璐说的 比方说一个物体的颜色是黑的 你说你喜欢黑色 这没有什么道德的意味 人就像这句话挺有意思 人就是从动物演化来的 动物性占了六七分 人性占了三四分 还有半分的神性 这个很了气 然后我跟大家说的是 人性是无法被消除的 对吧 人性的弱点是无法被消除的 他说的就是说 人性没有好坏之分 文化进化就是让人凸显人性 扩大神性和限制动物性 说的这句话 让人凸显人性 扩大神性和限制动物性 那我认为这样理解 凸显人性是数学的 按照规则去交易 扩大神性是哲学的部分 能扩大就扩大 扩大不了就别强求了 哲学这些东西不是人都能玩得了的 他说的神性 跟我们原来曾经跟大家说过 我说人类文明流传至今只有三个 艺术科学和宗教 分别代表现象数学和哲学 宗教不就是神性吗 我们把人类文明 宗教这个部分也放到哲学里来 所以他说的是 凸显人性 扩大神性和限制动物性 我们说尊重科学 尽量去够一够哲学 是吧 理解理解哲学 然后限制动物性 就是彻底的 不要沉沦于现象 好吧 理解人的本性 是一个自知的开始 也是自我提高的开始 每一天 一点点的提高自我 这就是人生很大的乐趣了 看到没有 每一天一点点的提高自我 就是人生的很大的乐趣 咱们的学员区里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每一天都能进步一点点 都能克制一点点 就能成为你的乐趣 你就有方向了 我们累不累 我们要不要把剩下的部分 还有一半了 还有一半了 明天咱们再讲 因为我感觉这讲完了 就还得至少半个小时 好吧 咱们剩下的部分 明天咱们再讲 16点17分 很精彩 很精彩 尤其是它关于人性的剖析 它的很多的观点 跟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观点 不模而合 异曲同工 殊途同微 所以我一直相信 我给大家讲的是正路 投资正途 这一点我从未怀疑 剩下的课程 我们明天再讲 关于理路的 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